真能去得了吗 很容易 菩萨 圣文 原觉 都感到意外 那是什么 太容易去了 我们在上两个星期 有同学寄一份资料给我看 有一个小孩十岁 念佛王神 欲知识知 这个资料里都写得很清楚 小朋友 七岁的时候 三年前 他父母都修复 父亲早晨念阿弥陀经 他问他爸爸念什么 你念的是什么 爸爸给他说 阿弥陀经 什么是阿弥陀经 他会问 爸爸把阿弥陀经上所说的极乐世界一阵壮严 讲给他听 他听了之后非常欢喜 跟他爸爸讲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爸爸说我不能带你去 他说谁可以带我去 他说阿弥陀佛 他说阿弥陀佛在哪里 我怎么去找他 请他爸爸要几些亲戚朋友 阿弥陀佛 来送他往生 第二天真足了 这就说明了 去极乐世界不难了 四十多年前 我在佛光山教书 佛光山有个长公告诉我 他的邻居 将军乡 有个老太太 念佛三年 站着往生 轰动一时 那前些年 我在中山大学 讲经提到这个事情 还有很多同学说 他们都知道 不难了 净途圣仪彦记载的 往生传上记载的 以及我们这一生当中 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例子太多了 真的是假的吗 这是人狭边的吗 不可能 真真相信 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 他有善根 有佛德 有佛德 有因缘 他这一生呢 就能无事 善根 佛德 因缘 不能说没有 不足 是相信 但是还有怀疑 百分之九 是相信了 还有百分之十的疑问 这样的人多 占大多数啊 这百分之十的疑问 就会障碍 你往生 那五十年前 台中 李老师 唱书 他不说别人 说台中 连语 我们都包括这几种 那他是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能往生的 只有三五个 不是每个念佛人 都能往生的 那五十年后的今天 人的根线 跟五十年前比 差很远 五十年前的人 忘年没有 现在人这么多 也没有现在人这么浮躁 那真正能往生 万分之五而已 五十年之后的今天 一万个念佛人 能有一两个往生 就不错了 这什么原因 让我们联想到 释迦牟尼佛在世 为什么 开悟之后就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没有一天 空过我 那如何让大家 相信这个法门 喜欢这个法门 真正法愿 求生进度 圆满这个法门 不仅是 释迦牟尼佛 他的愿望 释放三十 一切祝福 共同的愿望 希望 众生 早一天 致福 得到 阿弥陀佛的帮助 这个愿望 就兑现 所以 祝福 如来 一口同音 赞叹 弥陀 叫光中 济尊 佛中 致亡 我们都要相信 信心 实在生不起来 怎么办 我劝大家 读这部经 或者是 听 讲这部经 古人 有一句话说 多数千遍 其以自见 你能把这个经本 念一千遍 两千遍 三千遍 再不行 一万遍 你就相信了 为什么 读经是 累积功德 一遍 一遍一遍的 都 最好呢 用时间 来计算 每一天 多十个小时 都说了之后 速度就快了 那 有人 四十分钟 从头到尾 念一遍 有人要 两小时 那 比较深速 念熟了 四十分钟 可以念一遍 那 十个小时 可以念十几遍 不要中断 每一天都 把我们的妄想念掉了 把杂念念掉了 清净心 献切 清净心 身智慧 智慧能通达 明了 那 让我们对这个经 深切信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